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ate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叫做ret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 就我们把一些硬碟 变成一个正列的意思 一般叫做硬碟的正列 为什么要做硬碟的正列呢 因为我们会需要multiple disk drive 就有好几个硬碟 每个硬碟都可以 我们叫做independent 它们都是独立的硬碟 可以同时存取 所以它第一个增加所谓的reliability 因为你的资料放在硬碟上面 如果只放在一颗硬碟 万一这颗硬碟假设坏掉 那资料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retundant的概念 就是说你的资料可能就要分散在不同的硬碟上 或者甚至要所谓的mirror 就是说放在两个硬碟上 一份档案放在两个硬碟上 那万一有一个坏掉 你之后还有一个 这个叫reliability 提高可靠度 就是说万一有硬碟顺毁的话 我的可靠度代表你还可以拿得到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sphere redundancy 就是重复了 等于说我们可能硬碟 也会用多个硬碟来注册你的资料 那这样即使有硬碟坏掉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找得到 就回来你的资料 提高这个reliability 好 那我们把这个red的这种不同的做法 把它变成有我们讲不同的label 基本上会有七个不同的label 我们这样会介绍 好那因为我们用所谓的multiple disk 我们也可以加快它的所谓的transfer rate by我们方法叫做stripping data across the disk 就是说如果你的档案是放在一个硬碟上 那一个硬碟只有一次只能读一个block 那你要把这个档案读出来 当然就是一个block一个block读 因为硬碟它的尺头 你知道我们讲 你会找到某一个seq 然后再rotation 然后到某一个sector 然后再读 你的档案如果全部放在这个硬碟 你可以读多快 就是这个硬碟的速度 好 那我们什么叫shipping data 就是说 那你的档案呢 我帮你 那你的档案有四个block 四个block 我就把每一个block 放在不同的硬碟上 比如说你本来一个档案有四个block 我给你放在四个硬碟 各放一个block 那这四个硬碟 我给你它叫independent disk 它是它独立的嘛 所以你要读这个档案 我就这四个硬碟同时读 我就快失败了 你本来要一个一个block 读四次嘛 那我现在一次读一个block 可是呢 从不同的硬碟读 好 那这个硬碟都是独立的 所以四个硬碟 可以同时同时跑 那你就变成说 我就可以一次读四个block进来 好 这个叫做shipping 就是把你的资料呢 有点是把它放到不同的硬碟上 那这个做法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再做一下详细的说明 好 所以这个叫做data shipping data shipping 本身就是我可以把你的资料 放在不同的硬碟上 然后做同时平行的这个读取 好 那你放这个资料的 或者shipping的单位是什么 比如说我可以把一个bine 一个bine 也不是有一般有 我们讲八个bit 我就把每一个bine的八个bit 每一个bit 放到不同的硬碟上 那我就读八个硬碟 每个读一个bit 这是一个例子 当然这样子很没有经济效益 这个叫做bit label的shipping 就是说我用bit 上出去的是一个bit 一个bit 这当然很简单的概念 可是可能效益上不是很好 好 我们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个 叫做blog label的shipping blog label就是说 我一个答案可能会有很多blog 一个答案可能会有20个blog 可是我有五个硬碟 那你就把这个20个blog 分身在这五个硬碟上的意思 比如说blog1在这个硬碟 blog2在下一个硬碟 blog3在下一个硬碟 blog4在下一个硬碟 就是按照 有点像Rob Robin 就是这样子轮流排 把它删在不同硬碟上面 这个就是说我们会把 每一个档案的block 把它sprint到不同的硬碟上面去 这个叫做所谓的block label的shipping 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用法 所以变成说 应用了这个所谓的不同的 或者多数个硬碟 来同时运作 就会增加我们disk使用的效率 包括说我可以比较快一点 那也可以比较提高可靠度 比如说万一有硬碟坏掉 我还能够救回来 因为硬碟是出存我们资料的地方 我们希望这个资料能够出存的更可靠一些 大家会有这样的做法 好 那我们说这个disk这个stripping本身 它是用了一群的一组的硬碟 可是对于使用者来看 它也是一个当成一个storage的unit 就是我们缘管这些事情 在偶尔什么地方我们处理掉 所以它是有一群的disk的事情 把它当成是一个storage unit 变成一个unit来看待 所以刚刚有提到 这个RAID的这个方法 它会improve这个performance 因为它可以平行读 平行读或平行鞋的动作 然后它也可增加这个 所谓的改善这个reliability 因为它如果有一点坏掉 它可能可以救的回来 它的做法就是把资料 我们叫redundant store这个data 就是把资料做多分的这种储存的方式 所以只要两个技术 一个叫做mirroring或者shadowing mirror就是用镜子一样 copy一份的意思 就是一对一 这个叫mirror或者shadowing 就变成说把每一个硬碟 做一个dumplicate 做一个配分 每一个硬碟 一个硬碟变两个硬碟这样子 你本来应该四个硬碟的 那我先用八个硬碟 就是四个一对一 一对一的这个复制 这个叫做mirror 相当于镜子里面反射回来 好 另外一个叫做 所谓的interlip 我们这样也会解释详细一点 就是说它呢 不是这么单纯说 把一个一点的内容 复制一份出来而已 而是它把资料 本身是分散出去的 分到不同的block 而且它加上了 所谓的parity parity是在通讯上面 很重要一个 就是说所谓的错误检查码 就是我们的资料里面 通常比如说我们八个bit 比如说000000通通都是0 我加一个parity bit 这个bit叫做所谓的 我们叫even或者out 如果我们要even 就是全部1加起来要偶数 out就是所有的1加起来要奇数 比如说你是000000 我们要偶数我就加个0 因为全部1的数量 必须是偶数嘛 如果你有一个bit坏掉 如果你变成1 它就变成奇数了 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这个有坏掉 如果你换一个bit 我知道你有错 而且我知道你错在哪里 因为你只有换一个bit 所以我可以把你 不但可以所谓的真错 真错叫做error detection 它也可以我们叫做du错 因为它可以做error correction 因为你只有错一个bit 我知道你在哪里 但是你错三个bit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它就没办法知道你在哪里错了 那如果你错两个bit 它检查不出来 比如说1变0 0变1刚好倒过来 结果总量还是一样 它就检查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为了检查你的资料 有没有错误呢 有很多种做法 那你如果复制的越多 你就越容易检查出来 就复制数量 你用的这个redundent data 越多的话 越容易找出这个错误在哪里 甚至可以 不只是知道错误 还可以知道错在哪里 如果你知道错在哪里 就可以把它更正 这是最好的方式 可能代价比较高了 我们基本上用了这两个技术 一个叫做mirror 一个叫做block internet heritage 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第二个本身 它会用到比较少的redundancy 就是刚刚讲mirror是一对一 比如你有四个block 就用四个另外的block 对不对四个disk 就用另外四个disk 它是一对一 它的应该是说负担也蛮重的 那如果用下面这个 所谓的block internet heritage 你可能这个重复的部分 可能只要一到两个就够了 等下不需要一对一的 这种所谓的重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 什么叫做read level 0 我们刚刚有提到 把这个read 用的所谓的复制 重复这个概念 但是不同的用法 或不同的做法 会达到不同的效果 我们就介绍 总共有七个level 我们看最简单的 叫做level 0 level 0本身 它是怎么做呢 它用所谓的strip at the level of block 但是呢 without any redundancy 就是说 我们这个例子 或者后面解释都是说 假设我的data 刚好有四个disk 就是你本来有四个 就是你的 你的硬碟刚好有四个 你的资料当然就是要放到 这个四个硬碟上 但是它用所谓的stripping at the level of block 就是一个file 就是说你有很多block 好就放到这个四个block 四个disk 就这样分散开来的意思 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档案呢 一个一个block interliving 就按照这个顺序 把一个档案分散在四个硬碟上 这个叫做这个level 0 那level 0刚提到它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四个硬碟都是独立硬碟 所以它加快你的速度 你可以同时读取嘛 好 所以它对performance呢 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它对reliability有没有帮助 reliability就是说 万一你有硬碟坏掉 能不能就回来 那你可以 因为我们四个硬碟 我们没有做备份 我们只是把档案呢 用分散的方式储存嘛 但是没有备份 没有备份 这个四个档案 这个硬碟里面 坏掉任何一个硬碟 你的档案就救不回来了 所以它是可以提高速度 提高效力 可是它没有办法提高可靠度 那提高可靠度是靠什么 就靠下面这个 我们叫做 rate level 1 rate level 1呢 简单去叫做disk mirror 你看我们这个图 左边这个蓝色的呢 四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硬碟 那右边那个c c代表copy 就是说 那我就把它copy一份 那copy一份之后呢 我们这个蓝色的硬碟 认为一个坏掉 我都可以在这个copy那边 找到它的复制 它的备份 所以我就提高了 这个reliability 这可靠度就增加了嘛 所以它本身 并没有做那个stripping的概念 没有 一个档案 可能就存在某一个硬碟里面 它是整个硬碟复制 整个硬碟复制 所以它并没有提高这个performance 你要硬碟要去抓的 对不起 你要读一个档案的时候呢 你要去找到 那个输出那个档案的硬碟 然后从那个硬碟去一个一个block 读取那个档案 所以这个level 1注意到 它是把硬碟把它复制备份 它没有做那个stripping 它没有做 stripping是level 0做stripping level 1做mero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做法 好 那level 2做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level 2本身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 所谓的memory style 的 arrow correcting code 什么叫做memory style 的这种概念 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记忆体里面 你的资料放到记忆体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用的叫做parity bit 来检查你记忆体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因为虽然在记忆体里面 我们有时候也担心记忆体错误 因为记忆体总是一个元件 它担心我们放在记忆体的资料 如果有错的话 我们会加上所谓的parity bit 刚刚提到 parity是一个很基本的方式 就是你的data里面 我检查你这个1 1的个数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 然后我就放一个bit 来做一个检查这样子 那如果你的资料有错一个bit 我知道你错一个bit 我也知道你错在哪里 就可以做一个更正 那如果你错了两个bit以上 我可能就不知道了 就没办法检查出来 这所谓的parity bit 所以它的做法 就像我们图上面讲 蓝色的 这四个还是我原来的data 我原来台湾那边 可是我正在我里面的data 我都做parity的检查 然后把parity的code 放到右边的三个 等于说我蓝色是原来的data 让这个key 就是所谓的parity code 我可以做这个parity在这边 那比如说 如果你蓝色里面有坏掉 我可以从这个parity 这边再把它找回来的意思 所以它是有办法做到所谓的补救的动作 换一个硬碟的话 还可以救的回来 当然这个parity本身刚提到 你能够提高多少的救援的程度 就看你这个key的disk有多少 就是你复制的越多 你就越能够救的回来 那你复制的少 这个资料越少 你能够救回来的程度就越弱了 像这个case大概坏掉一个硬碟 也可以救回来 你换到两个硬碟 大概就不回来了 但是一个硬碟要两个同时坏 这个机率就相对的又更低一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数字 好 再来看所谓的RAID3 RAID3本身它到底做什么 它叫做bit interlip parity organization bit interlip 也就是说 它做什么事 就是说 因为 disk controller跟memory不一样 刚前面那个RAID2 我们刚刚讲叫做memory style 比如说 它在处理这个parity bit的时候 是用memory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parity的这个部分 好 那RAID3 我们讲不一样就是说 因为 disk controller 硬碟 这个controller本身它就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当你一个内容从硬碟读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知道它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了 就是disk controller本身 它已经有这个机制可以侦测到说 到底一个sector在读的时候呢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这是memory 没有啦 memory就是memory memory就是被动的一个device 但是disk controller呢 它在读这个硬碟的东西读到记忆体的时候 它就知道你会对或错 所以它已经知道你已经是对或是错了 所以它的parity bit呢 就可以不用跟memory用的那么多了 因为memory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它对或错 你要靠parity去检查 可是disk controller在读的时候 就知道你是对或错的 所以这个parity呢 是用我们来找到 那到底错在哪里用的 所以这个我们不需要 跟连来那么多的parity bits 所以我的parity bits 也可以减少量的意思了 好 所以这个RAID3就是说 它叫 bitsinterview parity 所以把那个parity就放在 你看我们一样有四个硬碟 可是呢 我的parity呢 只要一个硬碟来存parity就好了 比如说它 不像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要三个 因为它是memory memory本来自动判定 你的资料对不对 我必须靠parity来判断 所以我需要比较多的parity 好 那在这个disk上面 因为disk controller 可以判定这个sector的内容 是对啊 是错嘛 所以我需要的parity呢 就可以少一点点 就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了 好再来看 那这个RAID4呢 RAID4本身跟刚才RAID3很类似 不过呢 它在做interlib的时候是用block 比如说我资料在放的时候 是用block label来放 这个都是有用 这个都是把我们的资料有做stripping的 就是用block 放 然后再加上parity 那前面那个RAID3呢 我们在放的时候是bit label来放 这是block label来放 就是在分身 这个所谓的interlib就是交错的 放的意思 交错的放 然后后面加上一个parity 这是所谓的RAID4的这种 Label4的这种做法